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25集 于大娘 这样没关系 刘芬一直没说话 等到蒂娜走了 她没忍住 有什么关系啊 你以为我要哄她顺着她 把她捧在手心里 那样的话和其他人有什么差别 我就成了一个渴望亲情的糊涂老太婆 你猜她会不会正眼看我 于奶奶说了实话 刘芬想一想 居然也挺有道理 夏小兰终于没忍住 倒在沙发上大笑 您这一招太绝了 这是专治公主病的绝杀招了 电娜都习惯身边人对她宠溺 死掉的崔义如和张家栋对她好 徐长乐对她好 威尔逊夫妇不知道带着什么目的 也对她非常好 人人都包容她 让着她 宠着她 于奶奶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今天的第一次见面 完全打破了蒂娜的预期 在蒂娜眼中 于奶奶和慈爱一点边都站不上啊 可慈爱了 真的会有好结果吗 蒂娜身边不缺一个对她无限包容的奶奶 于奶奶才不管她是否心服口服 先把规矩给蒂娜定下来 蒂娜接受所谓的口头协议 不就是接受了她是徐家人这个事实吗 DNA鉴定结果在前 蒂娜无法否认的亲子关系 于奶奶不和她哭哭啼啼 强求祖孙情深 给了一个看似妥协的口头协议 蒂娜没准还松了一口气呢 觉得和徐家人之间有一段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是不是安全 用脚趾头想也不可能啊 第一次被于奶奶吓住了 按照于奶奶的计划走 有了第一次听话 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原则性再强的人都会慢慢妥协 何况是蒂娜 夏小兰懂了 刘芬还不懂 于奶奶忧心忡忡 阿芬咋这样傻 阿芬可能到今天都没仔细想过 为啥是她当市长夫人 前有貌美的盛轩 非君不嫁 一直树立着对汤红恩痴情的形象 后有作经前妻上蹿下跳 中间还有不少是汤红恩工作中 接触到的优秀女性 汤红恩从来没有再婚的念头 难道不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 其他女人对汤红恩有意 大多看中汤红恩的仕途通达 想要嫁给汤红恩 汤红恩有在低谷期被离婚的经历 只会警惕 没有刘芬出现在她身边 根本没那个意思 哪敢想自己能和市长发展成伴侣啊 刘芬没那心思 汤红恩才不会警惕 反而能在相处中发现刘芬的好 她说交往 刘芬不同意 对她来说 有多少东西得不到 还非得将阿芬追求到不可 别管男人女人 是老是少 骨子里其实都挺贱的 轻易能得到的 甚至别人倒贴上来的 不值得珍惜 不假颜色 她反而可能会敬之爱之 女奶奶为何要对蒂娜刻意讨好 她是长辈 蒂娜是晚辈 她若是屈翼奉承 蒂娜岂不是要插着翅膀上天 以为徐家离了她这个孩子 就过不下去日子了是吧 女奶奶偏要反着来 要让蒂娜知道 就算有一天 蒂娜主动求着想当徐家人 都得迈过老太太设立的那道门槛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当徐家人的好吗 血缘关系是其一 还要修养内涵 要头脑 她不喜欢傻乎乎的女孩子做她孙女 这让她有一种自己智商被侮辱的感觉 女奶奶收回思绪 看着刘芬犯愁 你今晚住酒店还是回家呀 现在才晚上九点过 唐红恩加了一天班 刘芬有点不放心她 女奶奶一看她表情就懂了 小兰 你开车送你妈回去 这都结婚一年多了 还是像刚结婚一样分不开 你别害臊 我没批评你 这是好事 算了 不懂就不懂吧 知事故而不事故这种境界 不是靠谁教的会 唐红恩就喜欢阿芬的不事故 女奶奶放弃了强行扭政 傻人有傻福 前半生吃过苦 终年转运 有唐红恩这个丈夫护着 刘芬也没啥机会吃苦了 就算唐红恩不幸倒了霉 或者哪天变了心 那也还有夏小兰这个闺女撑着呢 夏小兰拿车钥匙下楼 我送完我妈还要回来呢 您给我留个门 我女俩一起走下楼 正好瞧见即将圆 刘芬惊喜 哟 小季啊 你从港岛回来了 季将圆也笑 刘阿姨 小兰 我是今天下午回来的 这么巧啊 你们也在 刘芬迟疑 港岛那边的医院 您是想问 我妈怎么样吧 她在那边挺好的 青山医院的环境好 医生也专业 我看她待在那里 更自在 远离旁城了嘛 青山医院没有人认识 季雅是谁 季将圆觉得 把她和过去的生活隔开 她能更平和 那就好 刘芬对季雅 还是同情不起来 她就是爱乌集乌 替唐红恩 新唐季将圆 那你什么时候 来家里吃饭呢 刘阿姨 这个真的还不能 确定答复您 我要坐明天的飞机 回京城 下个周末 再来捧城 应该也是忙工作 大老板要过来了 哈罗德 是真的要来了 夏小兰心中一动 威尔逊夫妇 一直在捧城 就是等哈罗德吧 老伊万还说 烈士可以在一瞬间颠倒 让她做个聪明人 也不知道 是不是别有所指 你订的明早的飞机吧 那我俩可以一起出去 相互有个照应 也免得我妈和汤叔叔担心 季将圆点头 明天早上九点 正好 是同一半 和季将圆寒暄了几句 夏小兰开车送刘芬 开到半路 就碰到了汤洪恩的车 这是加完班 发现自己老婆还没回家 跑来接她了 夜风嗖嗖 今晚的狗粮 还是熟悉的味道 今天累不累 嗯 加班的是你啊老汤 你问谁累 徐家的女孩子 有没有惹你生气 没有 徐家女孩子 被亲奶奶吓得腿软了 汤洪恩旁若无人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 刘芬菜找到机会说碰见季将圆的事 汤洪恩轻轻点头 那正好 让他们兄妹一起回京城 有个照应 小兰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回酒店呢 明天还要赶去机场 早点休息吧 成鱼看到我了 算 还不如没看见呢 夏小兰心累挥手 我这就走 唉 都怪我自己不够机灵 要留下来看狗粮怎么洒 下断 怎么做 什么律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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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